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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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会拒绝 但是实际上我挺喜欢格子的 小时候看过很多讲旧社会的电影 上面那个富家子弟都穿这种衣服 我就觉得都挺帅的 而且穿这种衣服必须把头发梳得特别油光增亮 其实我挺喜欢穿特别严肃的衣服 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衣服挺好看的 而且看上去比较成熟吧 我觉得就裁剪特别合适的 或者说它裁剪的特别有型的东西 我是挺喜欢的 还有就是颜色用得很好 颜色用好的是特别不容易的 因为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不一定是你最合适的 有的时候 倒不一定是设计师的建议 我觉得就是一个 除了你之外的他人的 你相信的人的建议 因为有的时候他们看你 比你自己看你自己要准 更富于变化吧 每个人的习惯总是那样的 基本上就是按照某一类的东西 但是并不代表说 你穿那一类的就最能反应你的吧 往往是自己特喜欢穿的那些呢 穿上之后并不是那么好 那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 都会有一个舞区 就是看自己都没法看得特别清楚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 关注InniLady 关注Caros 大家好 我是王学斌 我们下期见 平时穿衣随意的王学斌 对时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不盲目追赶潮流 也不抗拒尝试最新的风格 在拍摄现场十分活跃 既展现出70后男人的成熟与内脸 又让人看到他90后快乐激情的一面